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今年我也是最后一次买了 买回来之后挑剑干净 然后冲洗干净 捞出控干水分 韭菜清洗干净 顶刀切碎 老朋友们应该发现了 我做淮花的时候喜欢放韭菜 因为韭菜和淮花真的是非常搭配 切好之后和淮花放在一起 接下来放入一勺盐 半勺胡椒粉 打入三个鸡蛋 再加入半碗普通面粉 高筋面粉也可以 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你会发现会有点干干的 这个时候再加入清水 加水和面粉的量都没有固定 直到最后搅拌成可以流动的糊状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平底锅加入食用油 涂抹均匀 咬一勺面糊倒进去 用刮板平扑均匀 刚开始不要着急翻动 等到表面的面糊凝固 再刷上一层油 晃动一下锅 可以随意滑动的时候 翻过来煎另外一面 全程开中小火慢煎 大概需要2-3分钟 煎至两面焦黄 期间可以来回翻动两次 后面都是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完成 全部煎完之后 切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煎好以后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蘸上蒜汁口味更佳 如果当做早餐饼的话再合适不过 配上白粥小咸菜 真的是美搭搭 喜欢的话赶快试试吧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